未来人类的生命将成为一种商品 穷人可以捐赠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命来换取高回报 而富人在成为受赠者后可以获得更长的生命 创造更多的财富 科学家也能延长生命去造福人类 开发这项技术的勇望公司以此为理念 在广告中将其包装的过分精美 以游说更多的人捐款时间 因为无数富人排队等待与DNA匹配的捐赠者 其中的利润巨大 贫民窟的孩子自然是他们的选择 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钱 男主麦克斯轻轻松松就劝说了一个刚成年的男孩 捐献了15年生命来换取70万欧元 完成这项业务后 麦克斯本季度的业绩达到了276年 他成功当选了年度最佳捐献金领 公司的CEO苏菲甚至批准了他的大量贷款 使得他如愿与妻子购买了一套高级公寓 但不久就发生了事故 那天晚上当他和妻子爱琳回家时 他们发现自己的公寓被大火吞噬 这几乎是他们所有的资产 幸运的是麦克斯为房子投了保险 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坏消息 调查显示火灾是由房间里为熄灭的蜡烛引起的 因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更糟糕的是银行要求他们立即全额补足剩余的250万贷款 否则他们将被迫执行其唯一的抵押品 就是妻子40年的生命 她的DNA恰好和一个有钱人相赔 但当时贷款是银行顾问说没有风险 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卖掉房子 通常不使用到抵押品 所以妻子当时并不在乎 麦克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惊慌失措 他很快提出他可以捐赠自己的生命 但对方的回答让他绝望 与他相配的那个受者最近意外去世了 目前还没有适合他的受赠人 这一结果相当于艾琳的死亡通知 他一出门就被警察强制带走了 绝望之下麦克斯只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老板苏菲身上 他把所有的情况全盘拖出来 希望他能批准自己的贷款就妻子给你 老板似乎有些同情 让他把文件传给自己 说会想办法的 可以直到妻子手术前半小时 都没有从老板那里收到任何消息 麦克斯再也坐不住了 直接闯入勇望医院想救妻子 可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制服了 他只能听着妻子在大厅里尖叫 在麻醉的作用下 艾琳逐渐失去了知觉 一切结束后 麦克斯和妻子住在便宜的酒店里 艾琳日复一日地睡不着 在镜子面前观察自己的变化 看着自己的皮肤逐渐松弛皱纹越来越深 直到一夜之后成了一个虚弱的老妇人 麦克斯一大早就来到了公司 他没有放弃希望 只要老板通过他的贷款申请 他就可以用这笔钱为妻子买回40年 但他等待的只是莫名其妙的晋升通知 麦克斯不甘心去赌上老板 但看到老板苏菲更加年轻的容颜 麦克斯这时才恍然大悟 时间点的巧合让他确信 自己妻子的受者正是老板苏菲 怪不得自己请求对方后一直就没下文了 而妻子那边情况也都转之下 巨大的身体反差 使妻子难以忍受 乃至觉得丈夫的安慰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怜悯 乌漏偏逢连夜雨 身体虚弱的妻子在医院检查后得知 原来妻子之前怀孕了 捐献生命手术直接导致了他的流产 麦克斯这下彻底崩溃了 他和妻子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这让妻子感到十分沮丧 他不想拖累丈夫决定和他分开 麦克斯也只能无能为力送妻子回家 就在他失魂落魄地坐在公园里的时候 看见昨晚那个行为举止很成熟的小女孩 麦克斯立刻意识到了 小女孩是一位买了别人时间的老夫人 他立刻跟上问他手术是在哪里做的 因为他一眼就看出女孩不是勇望公司的客户 事实证明当这项技术出现时 仍然有许多人想要重返28岁 但被高昂的成本劝阻 从而催生了地下产业 女孩给了他一个联系方式 麦克斯立即制定了一个计划 他联系了邻国的地下医生 然后准备了假护照和自卫武器 一切准备好后 他来到老板家守了整整一夜 一大早老板的车就出来了 他立刻跟着上去 车驶进墓底 回到了青春 苏菲在墓碑前停了很长时间 麦克斯稍加伪装后悄悄地来到他身后 经过一番搏斗 麦克斯终于控制了苏菲 把他弄得头晕目眩 之后他在墓碑上喷了一个红色的符号 属于一个叫亚当的组织 他们反对这种改变生命的技术 认为这只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 就在不久前 他们还闯入了勇望公司的医院 杀死了十几个刚刚完成受赠的富人 麦克斯想把这件事栽赃给他们 然后立刻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妻子 说他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把苏菲藏在一家汽车回收厂 然后告诉了妻子真相 妻子还认为他疯了 如果他们被抓住了 他们的人生也就完了 但麦克斯转身告诉妻子 现在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但很快苏菲的手下怀疑麦克斯留下的符号 因为亚当组织一直直接杀人 从来未绑架过 然后他们通过大数据与社交媒体的时事监控中 发现了麦克斯他们 此刻麦克斯和妻子已经搭上了去邻国的渡轮 苏菲被关在一个大纸箱里藏在仓库里 但就在轮渡到达目的地即将到来的时候 妻子发现窗外到处都是警察 在恐慌中麦克斯看着身后的四口之家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劫持了这个家庭的孩子 躲在男人的车里 侥幸逃过了港口的检查 之后他释放了四口之家 再次开着卡车匆匆上路 但就在半路停车休息时 苏菲说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他说麦克斯绑错了人 她是苏菲的女儿玛丽 她只是看起来很像她的母亲 麦克斯立即拿出手机查询 苏菲唯一的女儿露西早在十多年前就死于早衰 女孩立即解释说这是她的姐姐 为了避免她发生事故 母亲没有公布她的身份 听到这里麦克斯和她的妻子立刻惊慌试错 难道所做的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吗 但麦克斯立即反映说 这一定是苏菲为了拖延时间而撒谎 然后把她绑起来 晚上他们找到了一家废弃的酒店 作为一个隐藏的地方 但这个女孩仍然坚持说她只是苏菲的女儿 并说她从来不支持母亲的做法 近年来也一直在说服母亲不要做这种生意 麦克斯不想再听这个女人的诡辩了 拿起胶带封住嘴 但妻子阻止了她 她似乎被女孩的话说服了 目前还不确定她们是否绑对了人 但麦克斯有自己的计划 女孩提出她想要洗澡 麦克斯没有心情为她解开绳子 当她转身时 女孩拿起松动的把手砸了下来 然后站起来逃跑了 麦克斯赶紧追了上去 但是门外有一大片森林 她看不清女孩跑到了哪里 女孩在树林里拼命奔跑 却不小心掉进了沼泽里 然后越陷越深 眼看整个人要被吞没了 妻子及时出现救了她一命 妻子关心地为她打开热水 让她温暖身体 但就在她脱下衣服后 妻子发现她手术后没有留下三个伤口 这意味着她真的不是苏菲 她告诉丈夫麦克斯这一事实 可麦克斯执意认为女孩还是在装无辜 伤口可能在皮肤再生过程中消失 可妻子圣母心占据了她的内心 丈夫也只好安慰她妻子 就在两人友好讨论过后 睁开眼睛发现有几个人站在他们面前 手里拿着武器 但这些人不是苏菲的手下 而是恐怖组织亚当的成员 他们被绑架到一个巨大的仓库 然后麦克斯从他们那里得知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这个女孩真的只是苏菲的女儿玛丽 麦克斯之所以遭受这一系列变化 是因为苏菲的阴谋 她无意中发现妻子爱玲与她的DNA相匹配 于是故意批准了麦克斯的购房贷款 让这对夫妇买了公寓 让银行工作人员又使爱玲抵押40年后 找机会放火烧了他们的公寓 在串通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紧接着便申请强制执行 夺走了爱玲的40年 甚至为了防止麦克斯替妻子捐献 还偷偷做掉了她的受者 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吓套了 就在这时麦克斯收到了地下医生的信息 他发送了她的诊所地址 亚当组长通过线人潜伏 他们知道苏菲本人也在寻找女儿的队伍中 他们希望麦克斯能独自欺骗苏菲 说话时那些人已经到了门外 麦克斯被推出去谈判 然后主动提议和苏菲谈谈 不出意料年轻后的苏菲从车里下来 说他愿意为女儿付1000万 而麦克斯可以用这笔钱 为妻子找到新的捐赠者 但在麦克斯这个金牌销售员面前 这套说辞只是糊弄小孩 此刻他只想让苏菲亲自归还那40年 不过苏菲说他必须首先确保女儿没事 麦克斯顺势提出 只允许他一个人进去当面确认 但就在苏菲决定进去的时候 他的下属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麦克斯是怎么知道苏菲本人会来的 这个问题直接让麦克斯慌了 他意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到场面陷入窘境 藏在仓库里的女领导下令立即开枪 苏菲的一名男下属立即将枪对准苏菲 他实际上是亚当组织的卧影 双方立即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麦克斯忙着逃进仓库 找到了被拘留在楼上的妻子 他打倒了警卫带着妻子和玛丽逃跑 但就在他准备开车的时候 玛丽突然拿出手枪对准艾琳 这是他刚才抓住机会摸到的 但当他扣下扳机时才发现里面没有子弹 艾琳这时才下定决心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狠狠把他砸晕了 然后把他塞进车里匆匆逃走了 麦克斯看着妻子惊魂未定 此刻他也惊讶地发现 如果他们杀了玛丽 那和那些随意夺走别人生命的人没什么区别 此时的艾琳已经完全黑化 他现在只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生命 但丈夫却改变了主意 不再同意这场手术 妻子毫不犹豫地威胁麦克斯下车 然后独自开车去了诊所 这是一个空旷的工厂 在黑石医生的事宜下 玛丽被拉进手术室 艾琳也跟着进去 手术结束后不久 艾琳独自开车离开了那里 玛丽也被释放了 当她回到家时发现母亲并没有死 防弹救了她一命 第二天黎明时分 玛丽变老了很多 她哭着希望妈妈能和自己匹配 但苏菲只是说 她会尽快找到新的捐赠者 一年后恢复青春的艾琳拢起了肚子 也有了新男友 而麦克斯远远地看着她 松了一口气 然后她转身大步离开和队友见面 原来在那晚之后 她加入了亚当恐怖组织 对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业发起了反抗 抛弃掉过去伪装的平等 投入到无止境的革命之中